小龍女吳卓琳和太太Andy 回港後 日前因拖欠租金而驚動警方 最後要尋求媽媽吳以利的幫忙 來入吳以利一個人出門口 來到西環藥房買東西 不過就未見卓琳身影 入到藥房後不用一分鐘她就買完東西 快把東西放進袋裡走人 記者上前詢問卓琳情況時 之後吳以利就一個戰步上車關門走人 之後回到大坑御所 吳以利見到記者就勉強笑了一下 她在社交平台上就寫 昨天的事放下 今天的事做好 明天的事再說 雖然母女關係看來未算破冰 但至少都叫正面思考 做人父母真是不簡單的 我是不會讓大家看來未算破冰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下去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來未來